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在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哪一项是骑脚踏车的运动伤害 第一个是静脉曲张 第二个是下肢水肿 第三个是性功能障碍 我们先来问问 山主你觉得答案是哪一个 我的答案是第三 性功能障碍 为什么 但是这也不是必定要发生的 多半是初学者对椅垫的使用不当所引起 所以你曾经有认识的人是因为有这样的问题 是 但是后来调整以后就解决了 是 亭如呢 我觉得是1耶 静脉曲张 因为我们骑脚踏车很常用到整只腿的力量 然后小腿感觉起久了 会有静脉曲张的情形 是 雷雷呢 我也觉得是静脉曲张 因为像我们酒站会有静脉曲张 我觉得小腿使用过度应该也会 嗯 是 听起来也蛮有道理 由于是静脉曲张跟性功能障碍都有人选 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正确答案应该是3 因为如果说是长期的这样坐在坐垫上面骑脚车的话 其实会不断的压会到我们汇阴部的一个叫汇阴神经 那如果压迫久了可能会减少我们那个升值器的一些血流 那也会影响到就是拨起了这个功能 那其他像是一跟二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说会有静脉曲张或是下肢水准的话 表示说我们下半身的那个回流不好 不管是静脉血或者是阻汁液这个水的部分 那如果说你常常有在骑脚车的话 那个肌肉不断在收缩 它可以帮助这个回流 那站着又不一样 因为站的是一直肌肉不断的收缩 但是骑脚车是收放收放 有一个压缩的感觉 它可以增加这个回流 所以它会减少这个静脉曲张跟下肢水准 是所以像这个性功能障碍 它只有针对男性吗 还是说女性也会 通常是针对男性来讲 因为男性的婚姻神经主要是针对这个搏起的部分 女性比较少见 是像游医师刚刚提到就说 有可能运动伤害 那有没有常见骑脚车的运动伤害 您这边也帮我们准备了一个资料 我们主要是针对就骑脚车的这个姿势 可能会造成一些运动伤害来说明 那第一个像是我们身体的这个躯干这个部分 它这个是错误的姿势吗 这是一个错误的姿势 不应该拱成这样 它下弯角度太大了 所以当这个姿势的时候会造成我们躯干部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脖子 你往下弯的时候 你要往前看 势必头要抬起来 这样对脖子的话是一个 伸张的一个动作 这样的话会增加脖子的部分的锥筋盘突出的机会 那这个下弯角度太大的话 也会增加腰部的锥筋盘突出的这个机会 除此之外 还会有一些肌肉酸痛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我们骑脚车的时候是三点支撑 包括手屁股还有脚的地方 那如果说你太弯的话 手其实支撑的重量就增加了 会增加一些神神经的压迫 比如说手有常听到的碗碎道正后群 是因为手部的神经去压迫到了 那再来一直撑的话 其实手肘也容易会有网球肘这个肌肩发炎的问题 那再来屁股的部分的话就刚刚讲到说可能会有性功能障碍这个问题 或者是因为长期穿的这个车裤 或者是坐在坐垫上 那个其实会应部温度会比较高 也要小心这个不韵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大腿外侧 膝盖这个部分也是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大腿外侧有一条叫卡镜束 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一条韧带 如果说常常反复的做踩踏这个动作的话 它会摩擦到我们骨头的这个地方 所以常常有些骑脚车人会有外侧 大腿部分这个疼痛的问题出现 所以这个普遍上来讲 就是看你姿势 如果说有调整好 自己可以减少不少这些运动伤害 是 茂伯 曾经有新闻说有人骑到手指僵硬 我们采访的过程就是有些 有些人一开始骑 体力不是像你这么好 像我们这种肉鸡 骑一下一骑就像你刚刚讲的 一发不可收拾 不可能三十分钟就回来 三十分钟想回来的时候已经在外面 所以你还要三十分钟回来 所以肌肉运动量太大 然后就去看医生就是手 我是剪刀手爱德花这样来看 所以我觉得任何运动都一样 就是你必须要那个肌肉的耐受度 才能够到达那个运动量 那如果一开始就骑那么久 那么长 你就会有些 它是这个碎骨神经 碎到症后群等等 那些毛病都会跑出来 是 情如像你自己在骑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例如说运动伤害 或不舒服的情况 像我们骑比较长期的话 骑久了屁股都会很痛 那当然是为什么 比较常见骑久会屁股痛的话 可能有几个原因要尽量去避免 第一个就是椅垫可能要选择 不要太硬的 因为你必须要一直坐在上面 再来的话我会建议 骑小孩车的人最好都买一间车库 因为它在灰阴部 或是当部的地方 会一个垫子在 它可以减少这样的情形 再来如果说你这样子骑 还是会不舒服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个体重分配的部分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体重分配就是靠手 屁股还有脚的地方 去分散我们的体重的部分 你可能要把部分体重 就是分散到脚 或者是手的这一个地方 再来如果说你骑平路久了 其实你可以考虑用抽车的动作 有骑脚车应该都知道抽车是什么 就是站起来踩这个脚踏 它可以减少这个接触的时间 再来就是其实椅垫 它那个角度也是可以调整的 你应该知道 它我们一般是虽然说呈现水平 但如果说你有这个 屁股疼痛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椅垫前面 这个头的部分稍微往下一点 它可以减少这个接触的这个面积 会比较舒服一些 是 蕾蕾像你自己有在骑脚踏车吗 偶尔耶我没有很长 可是我想请问医生就是 像我们如果很长骑脚踏车的话 小腿症会变出吗 其实小腿的形状反而会变得比较漂亮 因为我们骑脚踏车的时候 主要是靠腿去伸直 伸直去踩它这个踏板 你脚伸直的时候 其实是大腿的骨刺头肌在用力 而不是小腿的这个肌肉 所以你常常做伸直的这个动作 小腿的那个肌肉会被拉长 所以反而小腿肌肉会比较漂亮 会粗的反而是大腿 是所以粗的位置不一样 茂婆那我们骑脚踏车上街 有没有特别要注意哪一些东西 我们最近我在看了一个标语 单车也是车 醉不上道 酒驾也不能骑脚踏车 所以我觉得在臺灣 这几年发展 脚踏车非常快 可是现在我们 我们骑脏车不需要考执照的 那我们说摩托车 汽车 你要上路以前 都要先考一下执照 那比试的时候 你会知道一些交通规则 可是脚踏车便没有 所以这也是一个 很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现在怎么去推广它 那其实所有的交通规则 我现在在脚踏车都应该适用 你还是不应该闯红灯 那如果是你的话 可能时速不能超过六十公里 超速的 所以这些基本上都还有 那一些脚踏车 起了一些默契 我记得我在国外骑的时候 因为你跟小孩子骑 你跟并排一边聊一边 后面脚踏车没有爸爸 外面外国都 Left 左边的意思 Left 一直在那边喊 他想说我是要靠左边 还是他要从左边过去 所以这些 这些是属于默契的问题 那可是我们并不是那么 比如说他说Left 我全部如果挪到左边的话 就刚好撞上 我那个速度还真快 小孩子骑又危险 所以我们一些交通规则 还有一些默契等等 可能要慢慢来整理 然后大家知道 对 是 所以如果不能够在室外 骑到辣车 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法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